超人立法王德卡第十七集 天域上集 内部调查局前往TPU调查 目标最有项是队长 因博士的事情 和以往与外星人交手的状况来看 都明显偏抬外星人 但局长自己也不是外星人嘛 你自己的心还比较大咧 此时怪兽正移动前往城市 由于TPU规定只能队长发奥司令 大家也只能坐以待毙 这设计真的是漏洞白出网 就在此时 龙门想到了巧时候 曾经被TPU的队员拯救过 这种和队长被怀疑的事件相符合 当时是队长给了龙门勇气 给了他希望 于是才下定决心加入TPU 事情被这时候TPU立马出动 在特卡和队员的配合下 击败了怪兽 相比起其他的超弱力霸王 德卡的TPU队员们 真的有让我感受到 对彼此十分信任 并且相互关照的感觉 塑造相当不错 不思不觉就到了17集 在下周的总集片后 没意外就要进入最后一个篇章 期待能有个好的收尾啊